帮我打给女朋友 谁是您的女朋友 OK Google 你是谁 我是新推出的Google助理 你会说笑话吗 你会唱歌吗 我正在苦练伴奏 准备给你惊喜 请拭目以待 还有音乐呢 哇 一般听到这个音乐就好像是 要睡觉了 帮我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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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成日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明天台北天气 台北明天有雨 气温23度 我有什么电子邮件 喔 这个要码一下码一下 开启YouTube播放束库游戏团 失败 失败再一个 可恶没有束库 可恶喔 束库游戏团 速度 速度与机器儿 你刚有成功过吗 有 束库游戏团 我们影片中那边喜欢 记得按赞 开启Gmail 开启Gmail Gmail 台湾隔宜 附近有哪些饮料店 以下是16公里内的内比德林克斯 肖普斯商家资讯 洋酒啊 洋酒是饮料的部分 OKOK 提醒我明天要拍片 提醒内容为拍片 时间是明天早上八点整 请问你想储存吗 谁跟你早上八点拍片啊 不要 你想修改哪个部分呢 时间 请问你想改到什么时间 下午一点 提醒内容为拍片 时间是明天下午一点整 请问你想储存吗 YEP 没问题 以储存提醒 经过我们简单的体验 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呢 Google助理其实跟过去的Google Now很像 有点像是它的延伸版 那启动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 Google助理可以更加的个人化 比如说它可以读取你的电子邮件 或者是简讯 那不止如此呢 其实它在跟你对话上面也更加的人性化 跟它聊天起来其实会觉得蛮有趣的 不少iPhone的用户应该认为说 之前Siri就已经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 不过呢 台湾安卓的用户为了等到Google助理支援繁体中文 可是等了两年之久啊 今天Pixel 3在台湾的发表会后呢 没意外的话 Google助理应该已经陆陆续续会推送到 安卓5.0以上的机型了 赶快看一下你有没有 然后到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 能用的话就赶快跟我们一起体验看看吧 以上 如果大家还有发现它有什么好玩的功能 也记得到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